为什么新冠阳性感染者现在可以居家隔离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的这个奥米克隆这个变异株 传播的这个R20指数要比原始株高了很多 但是它的致病性或者引起病人感染之后 重症化的概率明显降低 即使是感染之后有症状也相对都比较轻微 当我出现什么症状需要警惕感染新冠病毒 目前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疫情的发生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有可能感染 如果出现了急性发热咽喉疼痛全身的乏力流鼻涕等等 这个时候你要去做核酸检测或者做抗原快速检测 什么情况下新冠阳性感染者可以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的条件是没有太多症状 你呢没有什么基础病65岁以下 这种情况是可以居家的 第二种情况是除了核酸阳性同时也有相应的这些症状 我也有发烧 但是如果你年轻没有基础病65岁以下 这个时候如果家里条件允许 仍然可以居家 如果你要居家 感染者可以呢有单独自己的卧室 家有新冠阳性感染者同住人应该如何防护 一 尽可能与阳性感染者空间分开 也就是说不要在一个房间里面 第二 房间一定要通风 第三个 要进行环境和物表的擦拭消毒 第四个呢 家里面同住人也要进行抗原的自撤 我的隔壁邻居感染了新冠病毒 我该如何自我防护 我加一个定义就是我住的是楼房 平时呢没有太多的接触 最多接触可能是电梯等等 这种情况下你无需担心 你可以正常的工作外出 做好守卫生 一定要正确佩戴口罩 我家楼上楼下的邻居感染了新冠病毒 我需要封闭下水道吗 到目前为止 没有确切的证据 表明通过下水道 通过消化道 能够明确传染科技能力挺的 所以说下水道也好 或者洗菜的池子也好 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是当你使用你们家的冲水马桶的时候 建议一定要关闭马桶盖再去冲水 同一栋楼内出现了新冠阳性 中央空调还能继续使用吗 建议相关的疾控部门 应该去做好中央空调 在它出风口地方的环境的监测 采样采一下有没有核酸病毒存在 如果没有 可以正常使用 精型患者居家如何照顾自己 需要准备哪些药物 备好一些解热正通药 致咳嗽的药 而我们临床上我们用的抗生素 对病毒性疾病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劝不要自己在家里面来预防性的用抗生素等等 新冠阳性感染者什么时候可以解除隔离 居家阳性的感染者五天 病毒基本上就阴性了 自己做一下核酸的检测 间隔24小时 两次的核酸阴性就可以解除隔离了 什么是常新冠 常新冠可怕吗 那么常新冠在国际上目前报道的 基本上都是基于当时这种原始著alpha beta等等 引起重症率比较高的这些人 而这些人又都恢复之后 有些人就说我仍然有一些症状 而这些症状又是国际上做流行病学 或者疾病调查主要基于问卷问答 这个问题一定要科学精种的认识 不要过多过度的来研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